字幕提供 我們要談談 我一些黑人的朋友 他們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為他們的處境 也很擔心 一名白人警察 殺害了一名叫喬治·佛洛伊德的客人 殺害了德里喬恩·李德 殺害了托尼·麥克達德 殺害了布里安娜·泰勒 殺害了艾哈·麥德·艾爾伯利 儘管媒體又很廣泛地報導 但壓倒性的事實表明 那些濫用暴力殺死黑人的警察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懲罰 我難以想像沒有被媒體報導出來的案例還有多少 這是我身邊每一個黑人每天都要面對的恐怖現實 我想很誠懇地和你分享我的看法 因為我希望我們彼此都可以多盡一份心力 我們走在街上時 通常不會在被警察攔截時為自己的性命擔憂 但我的黑人朋友卻面對截然相反的現實 直到今天黑人群體仍勝受常年不變的暴力 對他們的壓迫從未終止只是改變了方式 我明白近來的暴亂和財產破壞令你感到擔心和害怕 但想像一下 如果其他人將那些可以取代的物品 體造比你自己的親人生命更珍貴 你會有多心痛 所以我支持黑人的命都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 維權運動 我非常感激你為了我在這個有時候並不是很友善的國家 所經歷的艱辛 付出的努力和堅持不懈的奮鬥 為了我可以過更好的生活 你在這個充滿偏見的國家 承受了太多 但正因為這些困難 我們才更加應該站在一起 只有當我們身邊的黑人親友感到安全 我們才可以真正地感到安心 我們所追求的是一個無需恐懼的世界 這是我所向往的未來 亦希望是你所向往的未來 抱著愛和希望來自你的懈意 多謝 此充滿 此充滿 萬好 究竟